SK先問一下 剛剛有粉絲比妳還浮誇 妳是不是輸了 剛剛本來以為她是單純的路人 想說這樣比較公平一點 就是證明我們沒有那個暗裝 結果她一上來 竟然動作比我還浮誇 我真的很想從側面飛踢她 可是後來我問她 我說妳是不是真實的路過的路人 她說沒有 她是特地來看我的 所以我相信 看到她的動作之後 我就覺得她不是真正的路人 她是我的粉絲 因為我的粉絲都很浮誇 妳有遇過什麼老化危機嗎 老化危機啊 老化危機我想想看 嗯 就是 時不時的會照著鏡子 然後想說 我是不是哪裡有比以前下垂 或是哪裡有比以前 那個 不該在那個位置上 然後還有減肥 會減得比之前辛苦一點 可是臉部的那些 比如說細紋啊 然後或者是暗沉啊等等 這些我倒是還完全沒有經歷到 因為真的是那個 雅詩蘭黛幫我幫得很大 尤其是那個 超能小棕眼 我眼睛真的笑起來是 就是笑起來沒有笑細紋 那平常3C的重度使用者嗎 那都怎麼保養啊 如果你跟我 我相信幾乎現場所有的人 一定都是重度的3C使用者 除了手機之外 我要回家 像我還要用那個 iPad追劇 然後跟我老公還要一起看電視 都是大量的藍光 會攻擊你的皮膚 然後尤其是眼睛 就是一皮墜的時候 就會看起來累跟老 尤其是眼睛可能會腫脹啊 或者是旁邊有細紋啊什麼的 我都很真心推薦大家 一起使用雅詩蘭黛的超能小棕眼 就是按摩一下之後 眼睛可以迅速恢復它原本的亮度 就是隨時都你知道 要勾人都ok的 剛剛在描述跟老公的互動還蠻刪除的 我跟我老公的互動你們還沒聽你啊 我以為我講那個大家會想說老套喔 對啊 跟老公就差不多是這樣的啊 所以都是會挑片在看著 會挑片 如果老公挑手啊 我覺得手當時被壓到的那一身就是 然後覺得說怎麼這麼倒楣啊 然後我老公就說 Baby 你應該要感謝老天爺 你今天手指沒斷 然後因為就有很多網友說 你接下來就是會腫脹啊 然後指甲會掉下來是不是 結果也都沒有發生 現在就指甲還完全黏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感謝老天爺 這個水腻我過了 你有沒有點了你的粉絲啊 都是也蠻不認定的 還叫你要喝一點點 對 因為我去看 後來我爸那個照片之後 我就想說下面應該會有一些那種 醫學的嘗試會提供給我 就是說有些包紮啊 冷凝膚啊 什麼的 然後第一個就是說 趕快喝一杯鴨鴨精 然後我還真的很想說 對對對 快拿啤酒 後來想說算了 我要冷靜下來了 應該要做證據的處理方式 因為我們想問說那個 像今天大安子有爆料說 不敗離婚這件事情 離婚離婚 不是大安子在節目上面 四個禮拜的時候 在開玩笑 在開玩笑 他幫他老公離婚 不是是你 你要 我要幫老公離婚 怎麼可能 在唱歌的時候 我跟老公是史上最不可能離婚的人 因為他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 就我也要擔心這老推演 怎麼會有一個男人 愛我愛誰全量啊 因為像現在 我真的是全身大黑 如果照理說 可能一般愛乾淨的來慶祝 老婆這樣回到家 跟他說 老婆你要不要穿個早啊 什麼的 可是我如果回到家 跟我老公說 Baby 我全身要好濕喔 可是我真的不想洗澡 他說沒關係啊 你健康你開心就好 然後他還是照樣會抱我 然後照樣吃東西 所以就是 但是我剛剛是不會離婚的 倒是曉飛跟我且 也是挺相愛的 哈哈 來 謝謝 最後一題喔 謝謝 真的這問題 剛剛看我哥的那個 花花萬物 之前確實是下架了 下架多久我也不確定 但是現在確定是又在上架了 然後 所以如果前面兩集 沒看到的朋友的話 可以趕快去看 因為現在就是不會再下架 就是會一直在架上面 因為現在就是不會再下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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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雅詩蘭黛的公關好像說 盡量不要回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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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接工作 以上是接我喜歡的工作 像雅詩蘭黛這樣的話 其他的部分就不由我來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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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